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 这期节目我不想聊任何的新闻事件 想跟大家聊另外一个话题 也可能是大家感兴趣的 就是我的笔名 现在也可以叫做义名 公子沈这三个字到底是怎么来的 我为什么会给自己起这么一个名字呢 我看到有些我的黑粉 喜欢挑这个名字来攻击我 来批评我 说我太自恋了 给自己起这么一个名字 这种说法当然他们是为骂而骂 为黑而黑的 毫无理由的 他们只是找个借口来骂我 其实这只能暴露出他们的无知 由于他们的文化知识特别有限 所以他们当听到公子这两个字的时候 就立刻想到了风花雪月 想到了谈情书外 想到了那些苏不可耐的电影 电视剧里边那些人物 什么高富帅呀富二代之类的 所以他们才会觉得你自己称呼自己公子是很可笑的 但实际上呢 公子这个词不仅仅它是一个称呼 它背后还有很深的一个文化历史背景 所以我才用这个词 我用公子沈作为笔名或者义名 这跟沈公子其实是有本质区别的 姓氏放在后面 公子放在前面 这个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的一个称呼 自恋的称呼 这种格式大家可能也都见过 它最开始出自春秋战国时代 我过去在节目里面讲过 东周列国时期可以说是三千多年华夏文明当中最伟大的时代 也是一个黄金时代 后来延续上千年的中央集权的专制政体 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现 而随着西周的分风质瓦解 华夏大地出现了许多独立的国家 而这些国家的统治者为了相互竞争 不断的学习 礼贤下士 各国的贸易交流也非常频繁 整整五百多年 政治开明 思想自由 科技进步 文化艺术兴盛 大师辈出 百家争鸣 可以说那个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之一 比方说在资产当政的政国 已经做到了夜不庇护 道不失忆 国民素质道德水平比今天的中国还高 还有就是孟子到处宣传自己的名贵君卿的思想 甚至是当着齐宣王的面 说如果君王犯了错 就应该听劝 你不听劝就得罢免王位 换别人来干 这段话就把当时的齐宣王气得够呛 而且孟子还讲过一些被认作是可以被认作是大逆不道的话 但是他不仅没有被训诫 没有被刑拘 没有什么说他是违反国安法 或者是判处删边罪 他还被许多国家的政府邀请去讲课 受到各国君主的重视 总之呢就在那几百年 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得到了非常充分的体现 到今天我们可遇而不可求 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大一统的时期 能够接近这种自由程度的 当然了这段时期也有很多遗憾的地方 比方说没有出现古希腊时代的那样的民主政治体制 但是呢他在人民参政义政方面 在保护私有财产方面 都已经可以说是超越了时代 你可以完全是为此而感到自豪 当然你也可能会说这么多的国家 一定是战乱频繁民不聊生 不好意思 这纯粹就是异想 或者说是历史教科书给大家来洗脑 来灌输专制大一统的意识形态 其实东周列国时期 战争虽然频繁 当然那是因为周王室的权力削弱 逐渐失去了一个约束控制能力 在孔子看来是礼崩乐坏 比方说春秋一共242年 平均每年都会发生两场战争 但是我们要注意 这些战争其实都是小规模的战争 而且持续的时间也很短 并没有后来两千多年 每道大一统专制要改朝换代的时候 都会经历几十年的战乱 社会动荡 动辄几百万上千万人的 大规模的人口灭绝 所以如果我们看数据的话 战争最频繁的战国时代 已经比西周时期的人口增加了一倍以上 达到了两千多万人 后来改朝换代 动不动就人口减半 无数人流离失所 家破人亡 民不聊生 对吧 到底是哪个时代更加的动荡呢 对吧 我们都知道后来的历史 经过春秋五霸 战国西雄 到了秦国崛起 实现了商鞅变法 走上了军国主义 军事扩张的道路 最终消灭了东边的六个国家 实现了专制大议统 而秦国就像今天的中共国一样 他既是国际社会的破坏者 也是文明的终结者 在对抗秦国的过程当中 就出现了非常有名的战国四公子 分别是齐国的孟长军 赵国的平渊军 魏国的信陵军 和楚国的春申军 今天我们经常讲到的很多成语 就出自他们的事迹 更不要说还有另外两位公子 大大有名的 一个是齐国的公子小白 还有晋国的公子崇尔 他们都后来成为一代明君 公子这个词呢 再往后 就不再是指君王的后代了 只要是有一定学识和身份的 基本都可以称为公子了 但是我给自己起公子审这个称呼呢 就是单纯的想表达 对那个时代的吹宠 同时呢也勉励自己 不断的向古代的圣贤们学习 特别是在今天我们还受制于 一个延绵上千年的腐朽 没落的一个专制体制和专制文化 我觉得更加要传播和回顾过去 那个遥远的古代文明 只有当时那种封建制度 才能孕育出资本主义 只有在那个时代 才能跟我们现在生活的现代资本主义文明 遥相呼应 这才是值得我们真正骄傲和自豪的 而不是后来的所谓的什么富国强兵 称霸一方的天朝上国 更不是今天这个反人类的共产党政权 关于公司审这个名字的解释 就跟大家先聊到这 我平时看到有人在攻击我这个名字的时候 我都不予回复 我就觉得他们的水平太低 今天专门做一期节目 好好的跟大家聊一聊 解读一下 能够让大家了解我 给自己起这个名字背后的深意 而不是非常肤浅的浅显的去看待 感谢大家收看这期的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